新一届区议会顺利选出 特首李家超特别为470个区议员颁下了第一份功课 就是要他们在所属的区域 彻之富有特色的地标 希望可以做到18区都有打卡点 直至吸引喜欢影响的内地游客 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也向每区撥款100万开展这项地标工程 于是大家开始搞尽脑汁了 有人建议在西营盘的旧精神病院 加设灯色以光影的效果 营造一条时光隧道 又有人建议在西环增设旋转木马艺术装置 重塑昔日泰白楼游乐场的回忆 西贡议员建议在市中心 画大型的壁画街坊白猫图 而中西区的议员就提议在山顶增设 香港利好或者I love Hong Kong 等等的大型字句给游客打卡 每区一个打卡地标的意念 其实很好 但政府做事从来都是在执行上出问题 例如大型壁画找谁画 画些什么很重要 我们在政府所属的长壁天桥 不时都见到壁画 不过绝大部分都挺老土 没有艺术感可言 反而一些无名事的图案 更加有惊喜 所以如果政府官员 又是交差式的 画一些教科书式的插图 做打卡点 就真的不画好过画了 议员官员不要见到有100万在手 就觉得一定要买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 有些地区其实故事早就存在 只是参未有好好的宣传 举个例子 日本和歌山铁路线的桂志站 有一只很出名的猫站长 因为那只猫 引来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 令到一个名不经传的小镇 火红起来 我们18区总会有些 独特感动的人或事 与其新建不如先发掘 有血有肉有内容的打卡点 旅客才会更加印象深刻